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在二王一马强势统治奥运会之后 国际拼联修改规则 规定美队最多只能有两人报名奥运会单打比赛 刘国良在八日中午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对十年前背景奥运会上升起三面五星红旗的激动场面进行了回顾 同时他手动点名三大弟子王立琴 马林和王浩 也将很多球迷都带回了那个二王一马外加刘国良的时代 刘国良更是用四个字表达了自己如今的心声 我心依旧 尽管已经离开了国拼队伍 但刘国良仍然是一个乒乓人 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国拼 为乒乓球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做贡献 在今年的团体世界杯和团体式拼赛期间 刘国良两次担任马洛姐说 看着弟子马龙 白振东 许欣 丁宁 刘诗文他们在创辉煌 自己也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帮助着国拼 如今二王一马的时代已经落幕 马龙 张继科 许欣的三剑克时代也已经到了尾声 未来是属于白振东 林高远 梁敬坤 王楚清 薛飞 于森阳 刘丁所之间年轻人的 可以说国庭正式在这种传承中不断保持着强大 相信刘国良也会继续如他所说的我心依旧